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这个视频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下疫情 台湾的我想跟大家说的一个就很搞笑了 就是呢 你们知道这段时间以来 这应该是由一两年的时间了 就是出来揭露蔡英文 贾文凭 贾博士 贾论文这件事 那个人呢 他叫彭文正 大家知道吗 彭文正 彭文正这段时间呢 他就揭露蔡英文的这个贾博士和贾论文这件事情 这个蔡英文呢 对他百般的进行打压 但是呢 这个人是非常有毅力的 蔡英文还起诉他 控告他 他说我都不怕 我又要坚持真理 他还亲自跑到英国蔡英文的那个毕业的那个学校 到那儿去进行调查 多方面进行调查 到图书馆进行调查 经过他调查呢 其实已经有很多的证据 已经指向了蔡英文这个文凭呢 他就是个假的 他那个论文呢 就没有那个论文 他就是一个假的 好 这件事情啊 昨天呢 这个彭文正又爆一个大料 他说这些蔡英文呢 实际上他已经打了辉瑞疫苗了 他已经打了辉瑞疫苗 然后他现在呢 骗公众 他骗公众 让大家成为台湾自产疫苗的小白鼠 而他实际上呢 他自己已经打了 那这个消息出来了之后呢 第一时间 陈世忠出来说话了 陈世忠怎么说的呢 陈世忠说呀 这件事情有待证实 请注意啊 陈世忠并没有说 这就是一个谣言 他说有待证实 这个彭文正呢 就说这是真的 你去证实吧 这是真的 完了以后呢 今天 蔡英文的总统府发言人出来说话了 总统府发言人就出来说呢 这是不折不扣的一个谣言 说是呢 总统和副总统 全都没有打疫苗 就挡着打台湾的这个本土疫苗了 说这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谣言 请不要再传播这个谣言 如果说还继续说这个谣言的话呢 那就是犯法了 好 这个总统府的发言人的这一套话呢 现在就引起来了台湾整个社会的反响 为什么呀 我们都知道啊 蔡英文当局啊 是铁腕啊 他们是相当的高压呀 就是呢 前两天 就是关于日本给台湾 捐了那个124万剂的 AZ疫苗的这件事情 对吧 有一个这个县的副县长 我忘了是哪个县啊 那个副县长呢 因为他转发了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就指出来说呢 根据日本的参议员和日本的外相透露 是台湾要求日本只捐一百万剂的 不要多就要一百万剂来救救急 那蔡英文当局呢 就把这个县长还给抓起来了 就他转发的这个文章 他转发者抓起来 那个文章的原作者也抓起来了 这事我前两天已经跟大家说了 对吧 他们很厉害的 你转发 他都查你水表 他都会抓你 他罚款 就是那个名嘴 唐鲜龙 曾经不知道他说了一个什么东西 他都被罚款五十万 很厉害的 如果说抓了你的话呢 最长判有期徒刑三年 最高罚款三百万 就这么严重 但是现在呢 彭文正你看 他指出来说 蔡英文已经打了辉瑞疫苗了 然后呢 陈世忠就说有待证实 那这蔡英文打没打疫苗 你陈世忠不知道吗 怎么还有待证实呢 对不对 如果说是一个谣言的话 不就应该把彭文正给他抓起来吗 但是蔡英文办公室的发言人却说 这是一个谣言 一边说这是一个谣言 另外一边呢就说 希望不要再说这个事了 如果再说的话 就是违法了 你应该马上把彭文正给他抓起来啊 为什么没有查彭文正水表 为什么没有把彭文正抓起来啊 为什么 这是很耐人寻味的一件事情了 这件事情呢 我看是有好期看了 我们看吧 对吧 彭文正为什么不抓 这不说明问题吗 现在台湾的民众呢 有很多从这个迹象来判断就认为 蔡英文确确确实实是打了辉瑞疫苗了 你自己打了辉瑞疫苗 让老百姓去打那个没有做三期实验的一个高端疫苗 拿老百姓当小白鼠 千方百计的不让这些疫苗进口 你说蔡英文当局 好 现在呢 我们就开始来说 首先说这个台湾的疫情 台湾今天报告 星期六的确诊人数呢 是新增174个本土 再加上一个输入性的病例 那他们的死亡人数呢 还是居高不下 还是26个死亡 现在台湾确诊死亡率 已经达到了3.38% 远远超过了世界的平均水平 世界的平均水平只有2.1% 他已经远远超过了 就说明呢 他的死亡率还是挺高的 前面如果他只是超过一点 比如说呢 他是2.2% 2.3% 那我们可以说呢 是因为他不检测 他的这个分母呢 比较小 造成了他的这个比例比较高 但是呢 他已经现在远远的超过平均水平 因为我们要知道 这个世界上啊 检测比较多的 可能美国检测比较多 中国检测是最多的 那除了中国和美国以外 其他的国家可能都差不多 还有英国检测挺多的 英国说是处筛 英国每一天的检测都将近100万那么多 所以呢 除了这三个国家以外呢 其他的国家可能检测的也都不多 所以说台湾的这个死亡率呢 其实是挺高的 尤其是台湾的这个猝死的问题 而且他死亡的这个情况呢 他越来越出现新情况 那今天我就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台湾现在出现的死亡的新情况是什么 现在他们又出现了新的情况呢 就是发现有比较奇怪的死亡 死亡之后呢 进行检测 发现并不是阳性 比如说 有一位姓林的男性 那这个姓林的男性呢 他在昨天的时候 他就叫了一位女士 约这个女士 就到一个摩铁里面去喝酒 这个摩铁是什么 我不是很清楚 头一回看到 说到摩铁里面去喝酒 那这个女士呢 就应约到摩铁里面去喝酒 但是去了以后呢 他们两个在一起 就待了两个小时 就跟着喝酒 那喝酒的过程当中 这个男的呢 就突然就脱裤子 这女的一看他脱裤子呢 就吓得够呛 然后就跑掉了 那很显然了 这个男的脱裤子 他想干嘛 对不对 那警察事后 就把这个女的叫来问他 细节的时候 这女的反应说 就是看到他脱裤子啊 他就害怕就跑掉了 并没有发生什么 其他的关系 那警察来的时候呢 就发现这个男的呢 他的尸体都已经僵硬了 而且呢 他的下身 并没有穿裤子 下身是完全裸露的 这个事情呢 就很奇怪 对他进行了病毒的检测 发现呢 是阴性 那这事就奇怪了 对吧 那航尸呢 怎么就突然就死了呢 那女的说他离开的时候 这男的还是正常的 没有发现什么不正常 但是呢 之后就死掉了 好 这是一个很奇怪 那昨天还有一件事情呢 就是高雄那边 在高速公路上 有一辆车呢 就开着开着 就停下来了 这车就停到路肩上 那车上呢 这个司机啊 有一个男性 他就下了车 下车以后 没走两步 就倒地了 那有的人呢 就停下来 来查看 他是怎么回事 那发现他倒地了 他说呢 他呼吸困难 然后就打急救电话 这个急救车 来了以后呢 就把他拉走 当时急救车来的时候 他已经昏迷了 把他拉到医院里面 进行急救 急救完了以后 他就说了这个过程 是他开车的过程当中 就感觉到喘不上气 就赶紧停车 出来呼救 然后经过医院的抢救呢 现在他就情况正常 对他进行检测呢 就发现他是阴性 那就是属于是有症状啊 他也是阴性 他这个就是呢 稀有的及时 他及时的下车 然后呢求救 然后及时的把救护车叫来 那假如说 他自己在家里面 没有这种急救的条件的话 那这个人有可能又死了呀 这又是一个猝死 但是呢 经过检测 他还是阴性 这就挺奇怪的了 那经过报道的 就有这么两例 这就比较奇怪了呀 这是为什么呢 那昨天的时候呢 有一位网友啊 就跟我说 说了这么一件事 说这个病毒的检测呀 有一个指标 大家可能都没有注意到 这个指标呢 就是那个CT值 以前呢 我也注意到这个CT值 老说这个CT值 说这个CT值呢 是这个病毒循环 有多少个循环 以前我就理解呢 就是如果这个CT值高的话呢 比如说30 我就理解说 这个病毒呢 能在人群当中传播30个回合 以前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现在呢 我就查了一下 原来不是这样的 这个CT值是怎么回事呢 我在台湾 我在台湾我看到他们报道 经常看到说 这个CT值啊 是1 是2 是3 是这么一些数字 那昨天呢 网友就跟我说 说这个CT值呢 本应该是38 中国就是38 国际标准就是38 但是台湾呢 给它调成了30 加拿大呢 是往上调了 调成了40 那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我仔细的研究了一下 这个CT值啊 是这样的 它确实呢 是一个循环的数 是病毒循环数 但是并不是我之前 所理解的那样 那它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呢 这个病毒检测 叫PCR 对吧 这个病毒检测呢 是有这个仪器 来进行病毒检测的 这个PCR仪器呢 实际上它检测 它不光是检测 这个新冠病毒 它也可以检测 其他的病毒 甚至于这个细菌 都可以检测的 那它检测什么呢 它就是检测 这个基因序列 比如说现在的新冠病毒 它就检测的样片里面呢 是不是有因果变种病毒 我不知道它有没有 分这么细啊 就是说 是不是有新冠病毒 就是这样的 那它怎么检测呢 因为我们取样的时候呢 从你的鼻子取样 从你的嘴巴取样 对吧 取完样以后呢 有的样品里面啊 有可能 它这个病毒的含量很少 就算是正常 因为那样品 就那么一点点 对吧 那这个PCR这个机器呢 它需要 把这个病毒啊 进行处理 进行复制 这进行处理呢 它就分这个cycle的 cycle呢 就是一个循环 就好像我们洗衣机 洗衣服似的 洗衣机洗衣服 我们也会设置 它几个cycle 它会说呢 加水 洗 然后排水 这是一个cycle 然后呢 再加水 再洗 再排水 这是两个cycle 是这样的啊 那这个仪器呢 就是说呢 它会来进行这个检测 如果它上来 就检测出来说 你这个样品里面 它是有病毒的 那这个cycle呢 就是1 然后呢 你是阳性 就检测出来呢 你是阳性 cycle呢 是1 但是有的时候呢 你这里面呢 病毒不多 它需要进行这个复制 那有可能是两个cycle 检测出来 你这里面有病毒 有可能三个cycle 检测出来 有病毒 那按照国际标准 就是在38个cycle里面 如果检测出来 有病毒的话呢 那这就是阳性 如果38个cycle 还没有检测出来 有病毒 那就是阴性 加拿大就把这个cycle的数值呢 给它调高成了40 就是说我38个cycle的时候 还检测不出来病毒 我再进行两轮的 这个复制 到40个cycle 如果我还检测不出来的话 你就是阴性 如果40个cycle 检测出来了 虽然38个cycle 检测不出来 但是40个cycle 检测出来了 我也算你阳性 你明白吗 就是说那个数值越高 检测出来阳性的可能性更大 就更准确一些 就越是让这个感染的 这个病例呢 让它跑不掉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对不对 就是国际标准呢 就是38个cycle 中国呢 就是用的38个cycle 但是中国的阳性呢 是要达到40个cycle 还检测不出来 我才给你算是阴性 如果你38个cycle检测出来 我就算你阳性 如果你38个cycle检测不出来 我不算你阴性 我要40个cycle还检测不出来 我才算你是阴性 如果在38之后40之前 检测出来有病毒的的话呢 我算你一次 这是为什么中国有疑似病例 以前我也不明白什么叫疑似 我还以为呢 那个疑似呢 就是目测它有可能感染了 还没有对它进行这个PCR检测 我以为是这样的 现在看来我这个理解是不对的 那其他的国家 我们就可以看到哈 全都没有疑似 只有中国有疑似 他就这个道理 那台湾呢 他是怎么样呢 他就偷偷的呀 他就把这个cycle值 给他调到了30 他说你30个cycle之内 如果检测出来有病毒的话呢 我就算你阳性 如果30个cycle没有检测出来的话呢 我就算你阴性 这就有一点自欺欺人了嘛 对不对 台湾的陈时中啊 这个指挥中心 他们胆很大呀 他们胆很大 但是不知道他为什么 他就搞这种自欺欺人 很显然台湾的老百姓呢 还不知道这一点 我没有看到有台湾任何的媒体 在讨论这件事情 那如果不是昨天 网友跟我提出来这个问题的话呢 我都不知道这事 昨天网友一开始跟我说啊 说那个台湾呢 偷偷的就把CT值调成了30 为什么CT值调成30啊 这胡说呢吧 他说不是的 这是一个医学博士说的 我说那也是胡说啊 人家台湾报的都是说123啊 没有说30 哪有那么高的值啊 CT值没有那么高的 然后我仔细查了一下呢 结果就是我前面所说的这种情况 是这样的 所以呢 台湾这个猫腻啊 真的是很多很多 自欺欺人 所以台湾现在呢 他说是今天这个确诊人数呢 明显下降 才174个 这是进入三级防疫之后 最低的一天 所以现在他们呢 有可能是琢磨着 可能这个疫情呢 要结束了 但是呢 现在他有这么几个问题了 第一呢 他不普筛 第二呢 他不广泛的打疫苗 第三呢 他还把这个CT值调的这么低 加拿大都提高了两党 对吧 台湾竟然给他降低八党 你说他们是不是很自欺欺人呢 为什么说会出现这么多猝死呢 昨天那个网友 他也是这个行业里面的啊 他也算是一个半专业吧 然后他就说呢 从这个来看 台湾的这个猝死啊 有可能并不是猝死 尤其是有一些人 经过检测是阴性的那些 因为他把他的CT值调成了30 他检测出来是阴性 如果说调成38的话 一个全世界正常值 他可能就不是阴性了呀 他等于说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是阳性 那本来是阳性 但是不知道是阳性 那就会由一个无症状 变成有症状 由一个轻症 转成了重症 这个问题呢 就很严重 有的人可能死的 还是挺冤的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可能就不会死 好 这是一个这个陈时中呢 这是很闯祸的一件事 胆很大呀 真的胆很大 另外一件事呢 还是 蔡英文当局不是说了吗 说呢 只要原厂的这个疫苗 不要代工的 那日本赠送的这个AZ疫苗 就是日本代工的呀 不是也要了吗 民众也一片呼声啊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日本给的是代工的 也要了呢 蔡英文当局呢 就是咸鱼不开口 死活就不理你这茬 那有的人民进党那边呢 就出来解释了 哎呀 因为那是人家白送的嘛 好 那是人家白送的 好 现在又来了 又来了 蔡英文当局呢 他们新订的疫苗 说是六月份会来一千万剂 现在没来 蔡英文呢 炮轰谁呀 蔡英文炮轰泰国 说是泰国把台湾订的这个一千万剂的AZ疫苗给贪污了 因为泰国现在有疫情 他把这个疫苗呢 给扣住了 哎 这是怎么回事啊 原来台湾订的这个AZ疫苗 是泰国代工的 不是说只要原厂吗 这怎么是泰国代工的呢 泰国代工的也行了 然后蔡英文呢 就攻击人家泰国 说泰国呢 是压着疫苗不给 那今天泰国的总统府发言人呢 也回应这事了 就说没有 我们泰国从来都没有限制出口 这可能是和那个生产商有关系 台湾如果说有意见 应该去联系那生产商 他们只是代工而已 至于说分配呀 什么的这些人家都不管 蔡英文呢 红口白牙 来诬陷人家泰国 欺负人 前面的时候呢 我就看台湾人呢 就一口的一个 说连越南都怎么样怎么样 连越南 就是台湾呢 你别看他们那个哈 台湾其实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谁都瞧不起 谁都不放在眼里 好这是关于这个台湾 你看这些事 拉拉杂杂的 那现在已经三十多分钟了 说哪一块是哪些话是可以不说的呢 对吧 我已经说了这么多内容 都是我想说的呀 那第二方面的内容呢 我就是想说现在新一波的这个疫情了 那就是英国呀 这个英国呀 本来他是在五月底的时候 他就要解封了 但是呢 哎 又新的一波又有所抬头 所以呢 他就往后推迟了 一推迟呢 就推迟到六月十四号 那到六月十四号发现呢 哇 这个疫情还在增长 又推迟到六月二十一号 现在呢 看他这个疫情还在增长 现在呢 很有可能 六月二十一号 还解封不了 可能还在往后推迟 那前两天 我一直都在跟大家说 英国的疫情的情况 昨天我说了 英国的新增病例 已经达到了一个 二月份以来的新高 达到了八千多例新增 马上都要快一万例了 对吧 今天是七千七百三十八例 然后他的死亡人数呢 是十二例 又增加了呀 他们这个疫情呢 是不容忽视的 就包括这一次 在英国开的这个七国峰会 在十号的时候 这个七国峰会啊 他们那些安保人员 还有一些记者 都陆陆续续 已经到达了英国 就是英国一个 提供给这些安保人员 和这些记者媒体 提供给他们居住的 那个酒店 突然就爆发了疫情 酒店里面呢 一共才十七个工作人员 有十三个人确诊 这就爆发了一个小骚动了 这个酒店呢 就赶紧 给他关闭了 我看到报道呢 是说关闭了 那那些媒体安保人员 怎么处理的 我没有看到有报道 按说你这种情况的话 那些安保人员 还有这个记者媒体 是不是应该算是密切接触者呀 也应该隔离呀 但是很显然 他们没有隔离 这是一个问题呀 英国现在他们的疫情是非常严峻的 在这个时候 这个峰会在这里召开 按说这个峰会应该取消 应该取消 给他改成视讯就可以了 但是呢 可能就因为拜登 这是他上台以来呢 第一次出国 而且还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动 先是跟英国的这个首相 对吧 还去视察了他那个军事基地 然后呢 就是这个七国峰会 三天 完了以后呢 还有北约 再完了以后呢 还有欧盟的峰会 然后再之后呢 还去日内瓦和普京见面 对吧 他是一系列的 他可能是不想取消 那其他的人 如果想取消的话呢 也得听美国的呀 那我还看到了一个现象呢 就是 他去了以后呢 他们就开这个峰会啊 大家在一起啊 不戴口罩哎 他们全都不戴口罩 现在 所有的见面 都是碰胳膊肘 都戴口罩碰胳膊肘 但是呢 他们这个峰会就不戴口罩 包括那个女王去了照相 然后也不戴口罩 照相的时候呢 倒还是有这个社交距离 距离挺远的 可是呢 在照相的间隙当中呢 他们有密切接触 还勾肩搭背 面对面 不戴口罩 这个呢 我们不担心他 我们担心他干嘛呀 对不对 稍后呢 我们看到 如果他们出现感染的话 我们不会觉得意外 那英国呢 现在疫情不是特别的严重吗 因为英国现在特别的严重 有很多国家 现在都禁飞英国了 加拿大现在 从今天开始 禁飞英国 这回加拿大行动挺快 那上一次 印度发生那个时候呢 人家印度自己 就主动的关闭边境 停飞 但是啊 加拿大却和印度签了一个 叫空中桥梁协议 要求印度给加拿大开货门 加拿大一个飞机 来回于印度和加拿大 那印度有一个飞机呢 也来回于加拿大和印度 结果呢 到最后 终于把印度病毒召回来了 直到加拿大境内 发现了一例印度病毒之后 加拿大才把那个叫停 那那个澳大利亚呢 也很奇葩 对吧 澳大利亚一开始的时候呢 说减少50%和印度之间的通行 结果呢 后来一看这么的可怕 后来呢 就180度的大转弯 就连他自己的公民都不要了 完全是不飞印度 公民都不要了 你就在印度待着吧 结果后来又引起了澳大利亚 自己的公民的这个反弹 后来呢 又去派专机到印度去接他们的公民 那这次呢 加拿大学聪明了 马上就和英国 现在断绝这个航班 停飞 那还有其他的国家了 什么沙特呀 澳大利亚 我刚才说了 澳大利亚现在也聪明了 就是已经停止了和英国之间的这个航班 还有什么意大利呀 俄罗斯啊 还有很多国家 现在都和英国之间停飞了 但是拜登这一次呢 就和这个约翰逊首相 他们两个面对面 他们两个签了个协议 签了一个互开边境的协议 互相开放旅游的协议 我都不知道这个拜登为什么要这样 英国当然是无所谓 也求之不得对吧 你美国你不知道 你现在英国的疫情这么严重吗 人家都对他关闭了 你还跟他签个协议 要开放旅游 从这事我们就能看出来呀 这个拜登 他是求着这个英国 他得多求着这个英国呀 他能够跟他在这时候签这么个协议 加拿大为什么那会儿和印度签议协议 加拿大那会儿呢 就是因为加拿大有好多印度人 他们的家人还在印度呢 他们都希望在印度探亲旅游的那些家人能回来 加拿大的小土豆呢 是怕失去这部分民心和选票 所以呢是那么做的 但是呢现在美国啊 美国不考虑这个危险性 而和英国签证了一个开放旅游 可见现在拜登根本就不应期 他还说到处说这个美国回来了 美国回来非常可笑 回来干嘛呀 回来求别人 好我这个视频呢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